對許多家人來說 這是一個傷心的週末 看到是新北雙溪區虎暴潭 週六下午大雨之後 溪水暴漲就剛好 那麼就有呢 看到慈宴躁遇的學生 大家去探險 結果發生兩大四小不幸被衝走的悲劇 始終兩大兩小已經被尋獲 但依舊是不幸身亡 目前還有兩名學童 下落不明 今天警消再出擊 趕緊擴大搜索點 增加到十一個 那麼早上的時候有些進展 在落水點附近呢 找到劉姓小女童 她一件粉紅色的雨衣 跟登山鞋 家屬看到衣物 痛苦是深 湖暴潭的收救行動持續不斷 而且為了在黃金七十二小時內 找到人 救援人力是越補越多 增加到了十一個收救點 粉紅色登山鞋和雨衣 都是八歲女童的 家屬拿著小孩的物品 氣不成聲 相當不捨 那個時候還可以過 這也就是為什麼那兩個小朋友會先過 然後沒有等後面的人 劉爸爸回想起當時狀況 蘇西領隊先是帶隊往前走 但雨勢越下越大 水位暴漲 決定先叫大家到叔子吧集合時 兩個小朋友已經岌岌可危 吸水淹過小腿 劉爸爸眼看不對勁 先拿登山 在冒險救援 把人撈上岸 結果自己差點被沖走 好不容易抓住樹根 但眼前卻是小朋友被沖走的景象 眼睛還是看得到溪面 然後我就看到有小朋友從我眼前瞄過去 可是他們都在溪的中間 基本沒有東西可以抓 11歲的劉姓男童17號宣告死亡 8歲女童仍舊下落不明 另外還有家長私下表示 明明沒有指示要穿過叔子吧 不曉得為什麼帶隊的老師堅持要穿越 摺牌是您的決定 還是您和家長一起的決定 面對鏡頭 不發一語 沉默快步離開 蘇西領隊也來到落水點招魂 相關的人以及救折仍舊要負起責任 不過相較於犯錯的領隊 救援現場還是有許多溫暖 想說在這裡那麼寒冷 然後大家也那麼辛苦 所以提供點咖啡跟薑茶 讓收救人也可以暖暖身子 自發性的幫忙 全是因為虎豹坦事故造成太多的傷害 一杯簡單的任意 不只可以給收救人員帶來溫暖 也可以給他們更多的力量 好來照尋失蹤的孩子 讓他們早點回家 綜合報導